在金山区黄岗里有一处老旧的洗衣窟 里长就表示已经20多年没有整修 钢筋裸露相当的危险 因此市议员长景豪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包括了柱子的钢筋外露墙面等问题 都会在这个月底发保识作 在金山区黄岗里当中的社寮道路旁边 除了有许多的农田之外 还有一处看色相当老旧的洗衣窟 当地里长表示洗衣窟是北海岸在地居民 从过去早期留到现在的洗衣方式 虽然现在在都市比较少看到 不过在这边更是许多居民 每天都会洗衣使用的地点 而里长更提到这座洗衣窟 已经20多年没有整修 钢筋都裸露在外相当危险 那里长说过去这座洗衣窟是当时 金山乡公所运用田中的小沟曲水流经过 帮在地居民打造一处遮风避雨的洗衣藏所 但现在过了20多年 已经出现了结构问题 因此是议员张景豪就邀及了去公所 里长等人到现场会看 所以有一些包括它的壁面整个裂痕 还有一些那个围墙快倒塌 我们今天邀及公所 我们会来做一个重新的整修 那预计可能会在 尽快会在这个月里面就会来发包 那让我们民众 黄港的民众来这边洗衣窟的环境 能够更安全更有保障 那同时我们社寮这边有一些居民 一直反映说我们这边的水的问题 那我们这一次会来修复的时候 也会来看到底我们的洗衣的水 还有我们地面有没有掏空 都是会一并来帮他们解决 议员说虽然已经过了20多年 但这一处的洗衣窟使用率还是相当高 每天都会有黄港居民来洗衣服 因此包括了柱子 钢筋外露 墙面等问题 都会在这个月底前发包来施作 而另外居民提到的水流 还有地下掏空的问题 也希望公所可以一并来解决 记者许多艺金三采访报道